大家好,我是一球,商店里有25k还有45k的卡包,整年也出过限量促销 也又像卡包里放了34张顶配的传奇 这次古利特、小罗、马拉多纳、坎东纳都进来了 还有这个i2新的促销活动叫做假设一下 第一套阵容是一张卡,领先的就是坎特、桑桥还有哥麦兹 哥麦兹刚从一甲转回到了西甲的塞维利亚 我们来看看这个卡有什么特别的 这也是一个动态卡,但是只会升一次数值加两点 影响他升级的唯一条件就是联赛的近视球数 前锋和中场球员如果在接下来的五场联赛比赛中 他们的球队能进六个球,他就会升两点 后防线和门将的话,五场比赛只要有一次球队能保证不失球 他们就可以升两点 比赛从他们加入卡包之后就开始算 和决赛之路的卡一样也是周三一起升级 说到决赛之路啊 欧冠周中又踢了一轮嘛 黄马、曼城、切尔西、拜仁都赢了 欧联杯已经都踢完了 进入下一轮的就是曼联、罗马、AC米兰、阿森纳、阿加克斯 还有热刺 还有来自乌克兰的矿工 被淘汰的他们也就不会再继续涨数值了 再设回促销卡 假设一下 如果在五场比赛之内这个球员转会了 那也不会再得到升级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 活动说明我会放在视频简介里有需要大家可以自己再看一看 配合促销也出了一个球员任务 来自一甲的卡普托 给到了87的数值 我觉得一般球队无偿比赛 近六个球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他们我觉得都应该有可能加两点 这张卡加两点之后就是89 如果一些顺利的话呢 要提十场比赛 但是比赛的环境啊 是一个新的 叫做友谊赛局面改变者 这种中不能有金卡 手法里还要至少四张铜卡 基本上就是银卡正在提 有效期也不长 只有七天 另外周刃我也更新了铜银金以此解锁 再有就是利兹连的拉贝尼亚的这个SBC 成本是40多万的样子 只有87 四星的话是三星的逆足 左脚高中的心态 身体模型是偏瘦 特技应该有个flyer吧 它的速度相对于它黑卡这张啊 没有什么增加 增加比较多的呢 就是传球和射门 感觉利兹连这种球队 六个球没准两轮就能完成 所以它涨到89 问题应该也不大 评测机构的AI还是不错的 感觉速度啊控球啊都还是可以 但是评测者说和它认账黑卡区别不大 但一球觉得毕竟它还差两点没有涨的嘛 涨到89呢 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但我仍然觉得40万稍微有点贵 一个活动SBC 一个联赛做阵容创建就行了 注意俱乐部最多只能用六个 或者也可以分区域做 同区域内啊 同联赛同国籍 可以分成两到四个区域 总平衡化学要求不高啊 只要75 奖励的是一个可交易的12个金卡全安包 但是里面只有一个闪金 好了就是以上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